音樂 書中有大量的中國古典文學的詞句在裡面 就算你沒有讀過文言文 你也可以從他們人物的對話來理解 這些詞句的意思並且引發共鳴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變相式的方法去 接觸中國的文言文跟古典文學 正如同志本書本身的目的一樣 他以再次創造的故事呈現了中國的文化以及歷史 教師介入寫作歷程的教法 讓我能及時改進 然後馬上知道哪裡需要再加長 後面就不會犯一樣的錯 所以後面的段落就可以馬上進步 然後在我當下寫的時候改 才能馬上記住 如果後面再改的話就會忘記 從古至今 文字的演變確確實實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 在這些字裡行間中的力量 能確確實實地表達他們的意念與思想 而在廣告文學這堂課中 我學會了如何透過文字的藝術來徹底地說服別人 甚至吸引他人的目光 例如我最喜歡的諧音雙關 利用同音不同意的概念 來徹底地吸引他人的目光 甚至能表現出不同的意涵 我們來試談希望 明天開會 解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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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